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反正别再长了 对 基本上那医药就在你胸了 我弄死了 老邱 老邱 快 过来 过来 你刚刚养出去家来了 在那边 邱大爷 邱爷爷 邱大爷 是吧 你们都来了 是吧 邱爷爷 我给你搬了酒瓶 您喜欢的奶奶是哪个呀 这 你怎么都跟她们说什么了 这是杨首给你找的小红娘 对对对 你怎么 什么都跟她们说了 这万一要是不成 我 我知道 都不是外人 邱大爷是吧 没人会笑话您 您放心 事情给您搞得咋 邱爷爷 那就是咱那娟儿奶奶吧 对对对 不可恶事 不可恶事 别恶事 邱大爷 您别紧张啊 千万别紧张 这事得沉出气了 看我的 好吗 明白 邱大爷交给你了 是不是 上 邱大爷 我陪你去聊聊天 咱俩坐这边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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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奶奶 这是你女儿啊 对对对 来 坐坐坐坐 来来来 坐捐奶奶 给我 我给你放这儿 好 邱奶奶 嫂子不跟您说了吗 我这关于英语不太好 得跟您学学 把那课本拿出来 有什么不懂的 问问邱奶奶 邱大爷 嗯 你今天穿得真年轻 是 我 我 我一直都是这么穿的 看着就像个小伙儿一样 我都看上你了 你去开玩笑 娟奶奶长得真漂亮 咱们过去吧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为什么不去啊 怕什么呀 你是不是以前做过 对不起她的事情啊 不 没有 要是有我天打五雷红 发这么大的事干什么呀 那你为什么不敢去啊 我 我 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你再不说 这辈子都来不及了 人生最重要的就那么几步 关键的时刻 都要靠你自己抓住 你比我懂得多 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呀 怎么都这眼神了 快走吧 快点 快点 别去了吧 快走吧 我 我 来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别怕 别怕 好 您你瞧点 仔细瞧 这么多年还没变你 记得 你还记得我爱 念念 我那天来的时候就认出你了 我那天来的时候就认出你了 小爷爷 坐 坐 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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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往这儿 你跟二老这么多年没见了 好好聊聊 许一句 是吧 我 我们车 这包 包 包 包没了 俊大爷 给娟老师吃东西吧 这您给他买的呀 这都给王奶奶买的 您就像女神一样 秋大爷跟我说 他们给你买钱 你说他们也真成 就一句话的事 好几十年 秋大爷 耗面 耗面 我觉得他有点自卑吧 这也就是娟奶奶岁数大了 凤凰落架了 当年这秋大爷一猛子要冲上去 肯定也是炮灰 不过我觉得啊 这娟奶奶也是 你说她早认出她了吧 还费点拿着劲 完了以后不理 那装不认识 跟那读那爱情诗 If you forget me 如果你忘了我 这么秋大爷 听不懂啊 你怎么那么笨呢 娟奶奶头一天 不都跟你一句一句地解释了吗 怎么说来着 如果你一点一点地忘了我 那我也会一点一点地忘了你 如果你想不起来我 那我也会把你忘得干净 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 人家就是想让你告诉秋大爷 如果你忘了我 那就算了 你说人挺美的一首爱情诗 你这一读出来就是 如果你也忘了我 那咱俩就算了 你就算了 如果你忘了我 那就算了 你不是成亲想给秋大爷心脏病呢 对 喂 喂 唐总啊 您好 您好 齐建军 你说 我采访您的问题 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看您什么时候方便的话 想跟您约着见个面 你发到我邮箱了 那我有时间看一下吧 我最近都很忙 我现在正在谈事 那我回头打给你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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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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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你为什么不吃肉啊 你吃点肉 我不吃 不吃 为什么不吃啊 我不吃 你减什么肥牛不胖 等胖了再减就来不及了 女朋友的妈来了 都不仗了过来看看 她那个特别忙 天天应酬没办法 那她能应酬别人 就不能过来应酬应酬我呀 她说了 等她忙完这段时间 就过来看您 她忙 她不吃饭呀 这样 把她叫过来 跟咱妈一块吃饭不就行了吗 人家吃饭就是工作 工作就是吃饭 跟她吃饭的人都排到明年了 那这种男人 我们要她干什么呀 收藏啊 这一天到晚 连个面都见不着 行了 妈 你别说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 那我这就给您安排 你有没有点正经的呀 她都知道我来了 她都知道我来了 难道这声话 还得要我们来说 要你来安排呀 怎么这点事都不懂啊 您都见过了 我见过 是不是接我的那个呀 你说你这孩子呀 早跟我说呀 还掩着藏着的 怪不得我说你这些天 不大对劲呢 妈跟你讲啊 只要你喜欢 妈妈就一定支持你 你看看 这多不好啊 拿人家当司机使唤 真是的 跟妈妈说说 她是什么情况啊 她结过婚吧 一定结过婚 不过呀 妈也不是啊 非得让你找一个未婚的 这男人年轻的时候啊 都不成熟 只要吃一切长一智就行 快赶紧安排 让妈妈跟她见面 好了解了解她 我知道了 楠树 你怎么站这儿等着呢 你先把车停一下 你先把车停一下 那你爬长城啊 你得爬这张鞋吧 不去长城 不去长城 你叫我来干嘛 我妈要见你 你妈见我干嘛 我跟我妈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不见 我妈有心脏病高血压 她一着急血压就高 不是 那你 我就是不想让她血压高 没办法 我就说我有男朋友了 她非追问我没辙啊 那我就说你是 还有啊 到时候你可别穿帮了 我说你是上市公司老板 不是你还能说得 再邪乎点不 你这不是说瞎话吗 说实话就是杀人 她内心脏 禁不住实话 那你妈 非逼着你跟我结婚怎么办呢 你别做梦了 她不会逼你娶我的 好 还要你放心吧 我不会单身太久的 我目标了 那你让她目标来见你妈不就行了 你懂不懂呀 人家刚对你有点意思 就先伺候你妈 谁乐意 你这先拿我对付着 那将来你怎么跟你妈解释呢 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就说你劈腿了 吹了那不就完事了吗 知道你妈为什么心脏不好了 我说杨树你行不行了 就帮那么一个小忙 怎么那么矫情 还不是我矫情 你干吗非找我呀 你找些合适的跟你年龄相当的 早讲自然 我真怕我穿帮我又不会演 你演得多好呀 你都把我演得心潮澎湃了 你还担心什么呀 你就按照那个演就成了 那不提这个行吗 走吧 我妈还在等着你呢 我 我 我也不能空着手啊 我去买点东西 都准备好了 真的呀 我妈等着呢 走吧 来 小杨 喝水 你看呀 等着你什么时候有空的话 我想去看看你爸爸妈妈 我 我爸妈 妈 人家妈妈最近身体不太好 是吗 真的呀 那更得去看看了 您就别给人家添乱了 你看这孩子 哪有他这么说话的呀 他呀 总以为结婚呢 是两个人的事 他还没见过你爸爸妈妈呢吧 没有 没见过 为什么呀 我又不是跟他爸妈结婚 这孩子话说的呀 你早晚呢 是要嫁到人家去的 丑媳妇 早晚要见公婆的 那是丑媳妇 丑媳妇才要讨好公婆呢 漂亮的媳妇啊 也要讨好公婆知道吗 来来来 喝水 喝水 别拘束 不 怎么了 烫着了呀 如果你关闭了你的门 就把所有人的事都关闭了 看你跟这娟奶奶学英语 学得还挺来劲啊 那是 娟奶奶英语可厉害了 那你就好好学着 我教您吧 我都这么大岁啊 学啥英语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 学习永远不会太晚 我算了吧 我感谢您的工作 喂 我妈说要见你爸妈 不过我想了一个主意 我认识一导演 要不咱们俩去找群组演员怎么样 这绝对不行啊 我就没父母见什么呀 这事 这事 不 不行 这忙我帮不了了 你找别人吧 实在对不起 挂了 杨树 喂 我都跟你说了 这事肯定不行 我上次帮你这忙 都觉得特别扭了 你跟你妈说说吧 你找别人帮忙吧 你别再给我打电话 打电话我也不接 我关静音了 挂了 妈 我回来了 这家里边放着跑步机你不用 非得天天跑到外边去跑步去啊 那外面空气比较好嘛 我呀 过两天就回去了 我想见见杨树他爸和他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最近事特别多 那就星期天见吧 不行 我星期天加班 去倒一趟 不就很快 尝尝 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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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咱们的话好好说行吧 过来 怎么了 妈 坐 我问你 是不是他爸爸妈妈不同意 没有 那还是他有家 你们偷偷摸摸的 妈 你想哪儿去了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退三组四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见见见见 行了吧 我明天就跟杨树去敲定时间 现在就打电话跟他敲定时间 现在人家在飞机上呢 那就等他下了飞机给他打 他很忙的 静静 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骗我呢 没有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 不吃饭啊 叔哥 不饿 又上班时间玩游戏啊 不休时间 怎么不吃啊 怎么不吃啊 都是买东西的 什么买包钱 买行的 买汽车的 烦死了 广告 你行不行啊 叔哥 你这都过不去的 哎呀 喝杯咖啡 要不要 来一杯来一杯 嗯 哎 叔哥 给我也来一杯 咖啡呀 叔哥 我也要一杯 还谁要咖啡 对不起 您拨打他有毒 来 咖啡来了 谢谢哥 打起精神来上班 哎 小花 谢谢叔哥 谢谢哥 我来吃开水呗 要什么开水 你喝杯咖啡得了 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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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哪位 我找杨树 树哥 哎 有人找 啊 你怎么来了 这 这 这 把你电话怎么没接呀 哎呀 哎呀 这忙我实在是没法帮了 你跟你妈说实话吧 啊 怎么说呀 不是 你不说那怎么办呢 你妈说要见过爸妈 怎么见过没爸妈呀 哎 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我认识一导演 他叫刘静 我可以让他帮咱俩去找群众演员 怎么样 干嘛 一个爷你爸 一个爷你妈呀 那哪成啊 凭什么 人来了你得给他钱吗 给他钱我还得管他叫爹妈 这就是一缓兵之计 你想想 要是让我妈觉得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男朋友 又会照顾我 那他就放心了就回去了 对不对 那以后呢 以后 以后我就找着了呀 这肯定不行 你想 上次撒一晃你现在这么远 你现在又编 编完以后 你还得去远 杨树 真的不行啊 你要想想 我要不是被你耽误了 我现在早就找着男朋友了 我还用着着求你吗 你是责无旁贷 别觉得你是帮我忙 是你应该的 你欠我的 欠债还钱天真地义 知不知道 这事咱还真的说清楚 你别跟我说了 唐某 唐某好 你们聊 我先这样啊 我就去负责聚首两群人 全部都在地上 不解释好不好 那不是说今天 真的不行吗 我不会呀 你当咱真是严的啊 这几秒找俩人 我就能开得了口叫的 叫不出口啊 妈 我跟杨树在一起呢 我就商量见他父母的事吧 您放心 别着急 拜拜 就这么定了啊 你说这要是超市有卖男朋友 我还用着求你啊 不走了啊 真不行 我告诉你 走啊 走了 偷听我们说话呢 一个堂堂的老板 偷听员工说话呢 假装在这儿看材料 有人不知道 我问你 我问你 他为什么要找群众演员演你爸妈 他妈来了 逼婚呢 不会是积不择实要找你吧 什么叫积不择实啊 就是来找我他 照帮忙哄他妈呢 那你也得演啊 我问你 你怎么不接着电话呀 你不跟唐红说不带联系的吗 那是一个策略 你怎么不接着电话呀 你怎么不接着电话呀 你不跟唐红说不带联系的吗 有吧 你可以在那儿唱歌 我可以在那儿画画 不行 为什么 我爸不让 人生只有一次 青春也只有一次 你为什么每天听着别人安排 看别人脸色行事 我妈走了以后 我爸只有我 你爸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他不能拿你当妈使 他没权利剥夺你的人生 否则他就是个自私鬼 我爸为我欣赏了很 我爸为我 蜀蜜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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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蜜 我爱你 听我说 我说 蜀蜜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知道吗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来 我这东西给您放这儿吧 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不要请人吃饭吗 我这有张卡给你 孟老板给我的林溪北的管子里面有钱 直接刷卡就行了 不用 不用 请吃饭顾晶晶讨钱 我就捧个人场 拿着 那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对你有那意思呀 不可能 我来去就是给她帮个忙去 她为什么不找别人帮忙 你这种事找人帮忙那也不好说呀 万一找别人 别人再当真 她还不好办了 她怎么就跟你开得了口啊 我不当真 你真的不当真 我怎么可能当真啊 我脑子进水啊 那个女孩条件还挺好的 怎么就找不到男朋友 我说的是真的 您那条件也挺好 不也没找到 她是因为条件太高了 她那左偶条件非要找一个什么3F男 您知道3F什么意思吗 第一个F就是负友 剩下两个呢 剩下幽默 还有一个是品位 负友 幽默和品位 我也想找3F男 太难了 哪找去 都让你赶着 喂 邱大爷 什么事 哦 娟奶奶过生日 去去去 我们三个人 对 一家人都去 好 一定 这过几天 娟奶奶过生日 说让咱们都去呢 你看 好啊 对啊 我这还用花钱找群众演员 远远 爹妈妈 不是养老院那么多现成的爹妈呀 还邱大爷养我爹 娟奶奶养我妈 是吗 这好像让那个王奶奶给你妈 干吗 她不糊涂吗 不穿帮 你得的吧 别出这馊主意 我先回去了 你喝口水吗 不用了 你喝吧 回来了 赶紧洗发脸吧 吃饭了 赶紧洗发脸吧 吃饭了 饭都弄好了 饭都弄好了 怎么了这儿 无精打采的 连怎么回事 打篮球弄的 小心点 洗脸 吃饭 吃饭 电话响了 怎么不接啊 怎么不接啊 哪能接 谁来花 就一同学 就太好追我 挺烦的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同学嘛 一般同学关系可以 是吧 你就是不想搭理人家 也得跟人好好说 你不是反对我谈恋爱的吗 还管同学呀 是不是要一个高副帅 你就同意了 跟高副帅没关系 我是在教你如何处理好事情 接吧 爸不反对 不接是一种态度 那就坚持住 大姐呀 我一看见您呢 我就愿意 把女儿交给您 我放心 就是 真是好闺女啊 出色 以后您要好好带人家 多好多姑娘 好 对 我这个人呢 说话直 你们别见笑 我看这两个孩子呀 挺般配的 差不多呀 就给他们办了吧 是 是 我没有意见 咱们听孩子的 办办办 事要赶快办 你们抓紧时间 把证先领了 不要像我跟你 轩奶奶似的 到时候姥姥姥才见面 我 我这老伴啊 老糊涂了 您别见怪啊 我不糊涂啊 我 我 我是有点糊涂的 你们 慢慢到我们家去看看吧 好啊 好啊 就怕你们不方便 方便 方便 飞 您就静静着一个孩子 是啊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你们呢 没孩子 还有两个 他们是后老伴 好啊 好啊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什么 我老伴去世了 好啊 来 来 大姐 来 来 哥哥 咱样这菜满意吗 好好好 特别好 那就行 那你常来啊 不是 我看你这生意挺好啊 麻烦 麻烦 我朋友 您好 给您一鸣片 以后没事就过来 谢谢 您好 这是我妈 阿姨 您好 给您一鸣片 您好 谢谢 阿姨 您看看我这儿环境咋样 挺好的 挺好的 那就行 那就行 满意就行 晶晶啊 我看 到时候你和杨树办事的时候啊 咱们就在这儿办 你们说怎么样 您喜欢父女朋友吗 俩正聊结婚的事呢 喂 树苗 刚好就是来找我了 她说你不接她电话 我都跟她说了 让她别再来找我 我觉得你俩应该好好说说 为什么分手 你就告诉她 我不会爱一个 为了五万块钱放弃感情的人 我回来了 张苗 你爸回来也不知道 起身迎接一下 啊 怎么了 顿尿了 不说我 困了 好 爸 我不想当模特 为什么呀 我觉得挺没劲的 就成天走来走去 那你不想当模特了 你有什么打算 别跟我说 又想浪迹天涯你啊 不会 我想跟俊儿奶奶学英语 这是好事 爸知识 终于长大了 你不是有什么心事吗 有什么事 你可以得跟爸说 这没什么事 你怎么那么贫呢 坐吧 我觉得你真没必要等他 他不会下来找你了 我就是想跟他说清楚了 你们俩说得还不够清楚吗 是 我是拿了五万块钱 但这跟我和艾树苗 一点也不矛盾啊 一定是有别的原因 你 前一阵我们俩还好好的呢 他是不是喜欢让别人跟我找茬呢 我觉得你们俩都该冷静了 我没法冷静 叹了多少生气了 别叹气啊 还为树苗的事烦心啊 不是 您说过 我养生迷闺女能不烦心吗 一会儿想干这个 一会儿想干那个 这好不容易 我转过弯来同意她干模特儿 她自己又不想干了 还真不如古代呢 十六岁给她嫁出去 霍霍别人家的 你是不是被气糊涂了您 我要真糊涂就好了 就不会生气 那你打算怎么办 是吧 唐某 您要有时间您再找我书面聊聊吧 你现在说话 比我说话管性多了 上次你跟她聊我一个 好多了就 所以我就怕特别麻烦你 行吧 我来看看我的时间和档期 您还当心啊 放心吧 你怎么忽然就改主意了 你不是羡慕民国吗 可以自己挣钱 还可以世界各地的走一走 现在刚刚起步 对吧 你要是走成民国 那也是要吃点苦悲 那我要今天那么走 能走上那样也成 我现在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 你知道吗 后来我才知道 就教我们这帮老师啊 以前都要模特 不现在不会教我们怎么走路吗 还给自个儿啊 练出一身的那些职业病 什么那个内分泌失调 就那静脉曲张 关节颜色的一样 我可不那样 练不到那份儿 还给自个儿练出一身病 我干嘛呀 这事你喜欢吗 这个啊 你要是不练不走 你肯定是去不了 就像爬山一样 对吧 你要是爬 你也可能爬不到山顶 但是你不爬 你永远在山底下 山上有什么风景 你肯定看不到 最多就听别人说一说 高原上 再努力也烧不开一股水 骑自行车 再努力也钻不上宝马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说明光努力傻干 没用 你是不是觉得你爸是一司机 也帮不了你什么呀 那我告诉你 我想你这么大的时候 刚到北京来闯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能干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个时候我就是一进城打工的保姆 伺候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太太 我一伺候就是十年 老太太走了之后 我就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我和你什么感觉 特别迷茫 特别无助 就我想努力 连个努力的方向都没有 不像你现在 你现在还有一个方向 我就想我就到北京来闯吧 哪那么好闯呀 四处碰壁 我大病了一场 然后碰到一个盲人的中医 他给我一豪迈 他就说 你是心烦气躁 急活攻心 我说我能不着急吗 我都二十八岁了 我都不知道我明天要干什么 他跟我说 我是一个瞎子 如果我每天都想 为什么别人能看见 为什么我看不见 那我就没法活了 他说一个人 要总是想你自己有什么 不要总是想你自己没有什么 这样你才能够扬长臂短 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了 虽然我没有文凭没有学历 我父母也无权无视 但是我会伺候老人 我有伺候老人的经验 我就有这一点 我就到了养老院 免费伺候老人 然后让他们用我的护理点 这样一点一点做尽 你爸虽然不能让你大富大贵 但是他给了你生命 我不知道生命有什么意义 我都十八了 原来我就是上学读书 现在是走路跑步 我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 行路太长绕白了头 我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 自己迷合伤口 梦想成为 行骗自己的理由 爱在心里 已经出藏太久 幸福转身在那个路口 当拥抱总是 在那风起之后 我却走过了 花开的时候 风在走 云在走 前方有 谁在等候 看太多的 笑脸谁能奔向监牢的泪流 岁月无情的手 将青春拿走 指缝太宽总为 露下哀愁 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 想用爱去消费一场不朽 看太多的 看太多的 修炼 谁能奔向监牢的泪流 岁月无情的手 将青春拿走 指缝太宽总会 露下哀愁 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 想用爱去消费一场不朽 相爱去消费一场不朽 相爱去消费一场不朽 优优优独播剧 优优独播剧